HELLO 大家好,我是HELLO 今天來到深圳這邊,因為有少少東西要做 順便過來吃好東西 試完後,我看到留言說深圳有一間酒樓是蠻好吃的 點心質素蠻好的 我想一下,我去深圳也很少喝茶 今次來試一下,看看好不好吃 大家跟上一場去吧,Let's go 交通路線方面,我們乘深圳地鐵7號線 在華強北,是C出口 出來後,走大約一分鐘左右 你看到平安銀行就在那裡了 我看見外觀,還未進來就覺得好像一般 怎麼一進來,別有洞 進了門後,上一個樓梯 進來後,很漂亮 它有很多舊式,像木、酸枝等 有酸枝桌椅的裝飾 好像我坐在這邊的窗 這裡是一些卡位 你看到很多不同顏色的玻璃、窗 挺漂亮 有些位置是一格一格的 還有一些半圓的 門口也很漂亮 它放了很多點心籠 點完茶之後,點完也很貼心 它就先幫你倒些茶葉 再幫你清洗茶葉 再清洗茶杯 之後再倒給你 這裡的服務真的很好 我看到這裡說,如果你在大眾點評 即是收藏了它 以及拍照、打卡 送回一個 這個叫什麼? 豆花 它上面有些爆珠 我叫了鐵觀音 其實衝出來的顏色相對偏淡 它的味道也是相對比較淡 這裡的茶葉真的一般 一般國內都是用數碼落單 這裡也不例外 掃了之後 如果你註冊新會員 它就有些QPON 你們自己看看 參考一下 看看點心 都是我們平時吃的 蝦餃燒賣 那類 腸粉等 你看那一顆 其實它的價錢平均 都是$30至$40人民幣 老實說,它就不是便宜 當然要看看它的食物質素 不過呢 亦都可以另外一種反映的 就是看看多不多人吃 其實我現在接近12點左右 都坐滿了人 大部分都是本地人 不是我們香港人遊客那些 所以我想應該都是好吃的 不過也要先試一試 來到這裡一定要吃它的蝦餃 因為我上網看 每個人都吃的 而且好像是這裡的招牌 來的 嘩!來到 都很震撼 因為它的蝦餃 你看看 我夾出來給大家看 很大顆 比平時的蝦餃更大 我想比平時的蝦餃大約 大約2-3% 你看看 在臉上比較一下 雙手 旁邊 這裡比較一下 可能看到 皮都算薄的 看到裡面的蝦都爆了 馬上咬一口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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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咬 它都爆了 蝦出來 嘩! 它的蝦裡面 我想很多 份量 起碼有3-4隻 而且裡面 會有一點點露筍 我們傳統的就是竹筍 它就用露筍 它的蝦是好吃的 是香的 有蝦味的 露筍也有口感的 不過我覺得 它放太多麻油 變成麻油太厲害了 我覺得 麻油就不要放太多 蓋過了味 就是 搶了蝦的鮮味 因為我們一向吃開蝦餃 都沒有太多麻油 要麼最多放些豬肉汁 提花的味道 和麻油 好像有點腸味 然後這個是 豉汁蒸新鮮排骨 一般在香港 我都比較少叫 蒸排骨 因為通常都是雪藏 而且多數都是 沒什麼肉 但這裡寫明是 新鮮排骨 當然要嘗嘗 有一點橙色 然後 嘗嘗嘗 反而我看到 不太多 新鮮 真是新鮮 不同些 它的肉很鬆軟 很軟 很軟 很有肉味 和雪藏的 很不同 而且你看到 這裡有一點橙色 我都明白是什麼 它那個是辣的 應該有一點辣椒油 可能這裡有些人喜歡吃辣的 有些微辣的 不算是很辣的 不過我嫌它的士椒味 不太出 你看到它其實都沒有什麼豆豉 不是說很厲害的 我很喜歡很厲害的士椒 味道 這樣會好些 因為平時香港的 有些辣椒加豆豉 它是辣椒油卡豆豉 我覺得就喜歡香港的味道 多些 不過排骨當然是喜歡這個質感 像是新鮮貨 大眾點評價的優惠 是12元的 澳門鮮奶焗葡撻 有4件12元 我覺得都挺划算的 它都是小小的 都像香港的點心 都是差不多 它的皮 你看到 一層一層的酥皮 好像都不錯 試一下葡撻 哇 好軟 它的奶香味都挺濃 你看到它裡面 有少少軟 有少少流心 都挺好吃的 不過表面 如果再焦點會更加好 還有一些邊 它的位置 如果再焦香點 就更加好吃 不過它的酥皮也不錯 還有很欣賞它的奶香味 甜度也不是很甜 我覺得都挺適合香港人的口味 這個是四色腸粉 什麼都有 可以試齊 這個是蝦 不過我看到蝦的腸 都還未清乾淨 一會兒要自己慢慢做 另外隔壁 這個也是叉燒 很明顯 再過一些 這個真的不知道是什麼 像雞肉 豬肉 是不知道什麼 旁邊的也很明顯 應該是牛肉 是第三個 真的不知道什麼 不過吃完之後 我又覺得 是有少少 沒有預期那麼好吃的 第一 它的腸粉皮 我覺得它的米香味 不是很足夠的 還有 它是屬於比較煙韌的 即是它那些 不是容易散 很粉的 但是 它不是我喜歡吃的那種 它是太過煙韌的 還有 那些餡料我覺得 真的普通 蝦餃的蝦 是好吃的 但是這隻蝦 真的沒有什麼味道 牛肉也是沒有味道 另外 我問了店員 它都不知道是什麼 就是它們有些都不太知道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豬肉 但是 又是沒有味道 牛肉和豬肉 都是沒有味道 唯一好吃一點 是叉燒 即是像正常 那些一般的質素 但是整體來說 我又不覺得很大驚喜 這個腸粉 但是重點評 有一個優惠套餐 叫做 蘇心軟宇套餐 它就會有一個粥 粥 它有些配料 像椒鹽豆腐 但是它就是 比較大粒 它的皮質真的很脆 我夾開了 你看看表面的皮 而且裡面 它是非常滑的 很嫩的豆腐 不過很容易夾散 你看我一夾散 散散不了 給大家看 但是它真的很滑 而且豆腐味也不錯 它有一點椒鹽 還有脆脆的 酥脆的 還有它比香港的 會大粒 那你感覺上 那個口感上 會豐富一點 餐呢 就跟著白粥 都幾大碗 那它有個 應該是一些 腩菜 還有一些炸菜 那我試一下 那粥都幾綿 都幾好味 我覺得 幾有米香味 還有它那個 腩菜 加了它的口感都幾好 那我炸菜 也都不算好鹹 加了這個 剛剛的調味 還不錯 嗯 埋單 連著茶位 因為做了會員 就選了10元 總共112元 但是我在大眾點評 就買了兩個點心 一個是葡萄 12元 還有一個是 燒鹽豆腐 加白粥 19.8元 總共大概 先看看 一計就是 143.8元 人民幣 即是160多元 港幣 我覺得它的食物質素 普遍是不錯的 還有它雖然價錢貴少少 但是份量 都是比較足的 唯一失望少少 我覺得就是 腸粉 就沒有預期那麼好吃 不過整體 如果你說好吃的點心 我覺得反而在中山 吃過它價錢又便宜 還有質素又好吃 而且新派點心 它都好吃 這次分享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條片 大家知道怎樣做 我約定你下條片再見 就這樣 拜拜 比如說 還記得 什麼油